欢迎收看丹荣48华语新闻 我是谢陈峰 在都市生活忙忙碌碌 人们都在喝时间赛跑 为了生活忙着赚钱 而忽略了健康 比较起来丹荣48的居民生活不乏慢 也比较懂得养生 使当地人长寿安康 让丹荣48有长寿村的称号 来看丹荣48小主播谢陈峰采访报道 丹荣48村是个雨村 居民吃最新鲜的海产 整个新村都被树木包围 空气也特别清新 环境良好 加上村民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以及知足常乐的脾性 使村民平均寿命较长 90岁以上的老村民并不少见 显示丹荣48是个延年益寿的好地方 有人说丹荣48是个老人村 但是因为有美丽的海景和美食 使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反而让这个小镇变得越来越热闹 大荣48小主播谢陈峰采访报道